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次的事故总计夺走了三条人命 同时也有八位的士官兵的轻重伤 好 那这起事件到底有没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内情 当过兵的人可能都跟我一样有相同的疑问 就是说战车要压到人那么容易吗 战车跑的速度又不是很快 那人如果跑的速度快一点 那除了说助拳户以外 就是如果跑的速度快一点的话 大概都可以躲的 躲得掉的 那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压到人了呢 好 那另外的一个话题呢 待会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你吃的水果 特别是如果你在外头 如果你是到夜市 比如到士林夜市 那你去买这个路边销好的水果很方便嘛 特别看到那水果打灯了就很漂亮 买个几袋吃 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觉得 观光客经常抱怨 哇 那个水果贵 贵得吓死人 好像好像都冠冠冠冠冠 但是呢现在传出来不只是贵而已 里面还包括放了一些呢 不应该有的东西叫甜精 那什么叫做甜精 吃了会怎么样 水果为什么要加甜精 这是你的问题吧 但是重点是说 有加甜精没有加甜精 你怎么知道呢 待会教你一下 那我们现在看这起的这个战车事故的意外 M60A3 你们怎么把我吓死了 宝贝欧在静命上军中参照战车碾 黄妈妈悲痛 生死历劫 哭到全身气呼太软 你们摔到什么 妈妈给你给我拿 到父母骄傲的24岁厄兵黄俊翰 是中山大学基地系硕士毕业 已经通过台积电面试 到前程等着他展翅飞翔 入彩两个月 随部队到坑子口靶场操演 没想到紧因此伤命 两个月你就会换到林口去了 你忍一忍就拨了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子朝奸人命 车子这样子转过 我刚刚看了他的大体 根本就是撵过去的嘛 这情况有在指挥的情况之下 仍然因为可能驾驶 视线不清楚 然后造成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款战车 这款战车是目前中华民国国军的主力战车 M60A3坦克 它是取代了过去的M48 M48现在已经完全淘汰了 我们看一下就波安战争之后 波安战争是什么的 波安战争是1991年吧 1991年波安战争之后 因为美国在打完波安战争之后 美国向来都是这个样子 在海外打完战争之后 装备都不送回去了 直接看有谁要就直接卖了 所以不管汉马车或者是这些战车 经常都这样买来的 我国向美方采购了460辆 作为国军的主力坦克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 这个战车大概宽度 这个重面的宽度 正面宽度大概是3.6公尺 重58公顿 750匹的马力 最高的时速48公里 具有夜市作战的能力 这很重要 以及和声化的作战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为什么汇战的前天 会发生了这一起的 就是说战车的事故意外 我们把这个现场的 就是事故的现场 我们做了一下模拟 各位看到就是说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说 模拟的现场图 各位看到的这一辆 就是初世的这个M60 A3型的战车 它的这个行进方向 就是射击完了之后 11辆战车射击完了之后 他们就要离开靶场 这辆战车是整个行进重队 当中的第三辆战车 我们刚提到就是说M60A3 它的这个重面的宽度 大概是3.6公尺 好 那这条的小路 这条小路的宽度有多少 照这个军方的讲法 是说大概是4.5到5公尺 因为那个宽度 还有旁边的一点宽度 大概5公尺不到的空间 就在这辆战车 往前行进的过程 它前面是有个指挥官的 战车行进前面 一定是有个指挥官的 指挥官有没有指挥上的疏失 这也是检讨的重点 就在这辆战车 在往前行进的时候 我简单说明一下 战车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指挥官看到了路边 有这5位的士官兵 这5位的士官兵 他们资历都非常浅 都是新兵 那包括这一次在这事故当中身亡的身体 被碾碎的这位黄姓士兵 那他们都是新兵 就是几乎一年都不到的 好那这5位的阿兵哥 站在路边之后 这位指挥官看到了 看到了之后 有挥手示意 这辆第三辆的M60A3型的战车 这个就是说驾驶先停下来 他也停了 停了之后 要求这5位阿兵哥 要往后面退一点 可是路的宽度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这时候问题来了 既然有往后退 也就是说都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路宽是不够的 战车继续要往前面前进 那我相信在当时 不管是这个指挥官也好 或者是这个战车的驾驶兵也好 或者是这5位的阿兵哥也好 都处在一种警戒状态里面 但是没有想到 当他再启动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不是一位阿兵哥喔 是5位的阿兵哥 通通都被这辆 这辆M60A3的战车给扫到 那首当其冲的 那这个黄姓 黄姓士兵身受重伤 那当场就死亡了 另外的四位的阿兵哥 其实伤势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伤势也不轻 我们现场的 现场的这四位来兵里面 我想我们现场的 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当过兵了 我看完这个事件之后 我第一个好奇是说 以当兵的经验 我刚刚说朱雪人跑 跑不应该在这 战车是开玩笑讲的啦 其实以战车的行进速度 除非他加足马力 要不然我们大概都可以跑 可以赢 学生你在看这件事情 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吧 没有 我觉得我们之前在看 不够完整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有在想一个东西 因为国军在抱怨这个东西 已经很久了 就是以现在的疫情来讲 有很多比较先进的设备 比较复杂的设备 连训练期间都不够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那个Hino车 就是大型的这个 十顿半大卡车 以前一般来讲 送训大概要三个月 可是现在疫情 你把开那个车的驾驶兵 要三个月 对 你把他受训 获得这个专长 然后回来可以设定到这个专长 让他可以开这个大卡车 大概至少三个月 可是你现在包含了前面的新训 包含了下了部队之后 又要等到有这个训练的时间的时候 过去有一段时间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专长训根本没有办法训练完 然后训练好了之后 上车 你能够开车 你的经验又不够 因为刚刚我们讲路是很小 没错 可是正因为路小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加速空间 你就是一个挺进的 这样子一个距离的时候 实在是让一般人 包含了当过兵的男性 都不太有理解 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而且还实际上 是不止一个人受伤 而且车长还下来指挥了 如果你今天 我们之前也讲过 有很多人讲说 M6013有很多死角 其实真的看不见 没有车长指挥的话 大概看不见 可是你现在车长也下来指挥了 然后路边你也是看到有人了 这怎么会撞到呢 到底是我们知道的资料不完整 还是他告诉我们东西 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好 当然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的质疑声很多 因为其中这位 这位就是说身亡的 这位黄姓的黄姓士兵 我们也听到他的家属讲 这孩子很优秀 那在机电研究所毕业 同时在退伍之前 其实连台机电都录取了 也就是说在短暂的 这个义务一服完了之后 就可以有个很好的工作 没想到入伍没多久之后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种伤痛当然是难免 可是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 当时的情况 因为我们待会还会 连线访问海军陆战队 就指挥部的副参谋长 就是66旅的副参谋长 王瑞玲上教 待会下一段 我们会访问王瑞玲上教 请王瑞玲上教 把当天的情况讲得更清楚 也请我们的来宾 尽量的能够提供一些问题 不过我请教他遇您 当天大家会说天色昏暗 可是我刚刚我为什么讲说呢 这个距夜间作战能力是很重要 它是有夜视功能的 而且前面两辆车都已经过了 那这些都是我们不理解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有夜视的功能 跟昏暗什么就没有关系啊 而且前面两辆车都已经过了 显然路宽跟车宽也不是问题啊 OK 这个东西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所谓它的夜视能力 因为M60A3 我之前刚好也去陆战队 看过他们M60A3战车 他们基本上一个是车长 它有一个头戴式的夜视镜 我戴在头上这样看 然后另外一个驾驶兵呢 它是有一具夜视装备 它可以加装在它的舱盖上面 所以它也可以利用这个在夜间驾驶 但是这个装备基本上 都是在作战的时候使用 就是说我希望敌人看不到我 可是我看到敌人的时候 他通常会用 那我们也知道 国军其实基本上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很好的装备 基本上不太舍得用 平常不太用 怕弄坏嘛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状况 它只是去打战车把 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 不会拿出来用 它基本上 因为战车市场它有车灯 它也想说我开灯就够了 看得清楚 基本上不会用到夜视装备 所以这个是 基本上跟夜视装备没有关系 就是说今天会发生的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说它车辆宽度 跟这个道路 我觉得是比较会有影响的 就是说那个道路事实上 是比较狭窄一点 这个事实上跟 今年6月份 在台南这个南侧中心 是发生压到汉马车的 是类似的状况 就是因为碰到一个 比较狭窄的路段 那第二个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状况 是说在时间上面来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是5点多了 你这个涉及已经涉及完了 那是不是这个战车 包括阿兵哥 都是我们准备想要赶快回营 回营区 因为5点半了 如果回到营区 所以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心态 就是我想赶快离开保场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天色 刚刚讲天色暗 天色暗的话就是说 你如果说大白天 他战车的驾驶兵 或者是他指挥的军官 他可能很容易判断说 不行 这个人已经很靠近战车了 你不行 你战车要停下来 那可是天色昏暗 所以可能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说 人其实离战车很近 所以他会觉得说 应该是过得去 所以这样的状况下 可能也造成今天这个原因 另外就是说 这整个车子来讲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不是一个说突发的状况 因为今天如果说是 他完全没看到人 然后车子开过来 那这个一定完蛋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其实知道有人在那边 他也把车速放慢了 然后再走 所以我会觉得说 整个今天的情况 照目前我们得到的知识看起来 会比较像是 就是说指挥的军官 他也认为说 车子可以过 那驾驶兵基本上来讲 我们知道战车 他的驾驶兵 像M60A3 其实他是站在 坐在这个车头中间的位置 他可以看得到旁 他可以看到正前方跟侧面的 事实上他的后半部是完全限制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 他插撞事实上是在 右后半部 插撞到这五个士官兵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战车其实已经 开始过去了 开始过去 所以驾驶兵他只能看到前方 他也认为说 军官跟我讲说 可以过了 没问题 那这五个士官兵 站在旁边认为说 战车准备要过去了 所以我会觉得 可能有这种状态就是说 所以就可能就是说 战车也认为 没问题可以过了 那这些士兵甚至来讲 是不是他们已经 准备要动了 准备要走了 准备要走了 因为战车准备要过去 所以在这样一个 阴臭洋差的状态上 插撞到 那加上说 我们刚刚讲的说 四个都是新兵嘛 就是刚入没多了 所以一个军官带队 所以一定是列队 那列队 所以我想才会 比较能够说解释说 为什么五个人 都受伤 而不是只有一个人 很可能因为站在一起 那你一被 可能一个人被插撞到之后 就牵扯到别人 或者别人可能要拉他一把 就整个一起下去 有可能这样 好 我们要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做出 除了具体的来宾意见之外 另外我们要连线 海军陆战队 第66旅的指挥部的 副参谋长 王瑞玲上校 因为王瑞玲上校 这件事上负责对外发言 那这两天的时间 经过调查之后 到底对于现场 事故发生的情况 有没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除了这名黄姓 黄姓士兵死亡之外 毕竟其他的四位 他们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他们对现场的说明 情况又是如何 进广告 好 欢迎回到新闻夜总会的现场 我们刚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就是模拟的 模拟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就是示范的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在这辆M60A3型 是这11辆M60A3 的当中的第三辆 或者行进车队的第三辆 在穿越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那就不小心的在履带 现在大概初步的了解 是这辆战车的后方 后方的这个履带的位置 而不是在前方 或者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车长从这个地方 去观望的时候 他会看到前方 也会看到车前的这个位置 但是对于后方所发生的事情 车长就炮口如果向前的时候 车长是不太容易注意到的 好的 这样战车的声音是非常大的 轰隆轰隆的声音 所以战车如果得到了就是说 在前面的就是说指挥的示意 要往前走的时候 那卷到了 就在路边的这一位的军官 四位的这新兵 在当时可能是不太容易判断的 因此就造成了就是说 一死四重伤的这样的情况 好 那我请到赵隆 我不知道这个训练 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吗 我想就一般的基地的训练 我对这个事情观感很简单 不该发生的 你很简单 你要么你就是收操了 要么就战车全部走完 再换你部队走 要么你就部队走完 战车走 人车分道 对 怎么会现场的管制做到说 人跟车走在一个狭窄的路上面 然后回过头来 即使是那样状况 就是刚刚小董说 战车隆隆隆 大老远就听到声音了 11辆不是一个 那是很大的声音 那你带队关你可以 这路太窄 我就是怕有危险 好 那你叫战车 其实战车也停下来 我把这几个兵 又都新兵没经验 他拿小的厉害关系 你就把兵带得远一点 路宽一点的地方 你干嘛叫他躲到一个小土坡 然后不到0.5公尺的一个位置 0.5公尺其实很窄 你等于只能测身 如果你测身 你肩宽就差不多 其实我问了一个军方将领 他是说 因为这检调调查 他怕说了会变成长政购 要等检调离金 我问了一个军方将领 他说很有可能是衣袖 或什么装备 什么东西 被履带先卷到了 然后连人就这样子拉进去了 这样子 那就代表那个空间的距离 有没有 反正今天出了事 那个空间距离 根本不够你去闪躲这些战车 所以天色昏暗 其实不是一个理由 我觉得从头到尾训练流落都出问题 明知道五点多那么黑 你干嘛不会训练 你训练时间拉前面一点 你非要搞的那个要收操要吃饭 然后天色都昏暗了 然后你再叫部队回去 对我是觉得这个事情 我很不能接受 这都很基本的东西 不该发生 我们要解释到五点半了 因为发生事件时间大概是五点半 五点半在新竹 我们还今天特别呢 我们这记者去现场了 去了解一下情况 五点半你说 当然天已经稍微有点蒙蒙的暗了 但是并不是全黑 并不是很黑 所以你说天色昏暗 没有到昏暗的地步了 台北大概有到六点钟左右的时间 各位怎么看 你说刚才香隆讲的 像我这个没当过兵外行 可是我今天看到新闻就在想 为什么人跟车要一起呢 这演训就有SOP 那军方是不是要公布你的SOP是什么 如果说你演训有一个安全的SOP 天色怎么样 都是同样的处理 天色昏暗有天色昏暗的SOP 天色比较明亮有天色明亮的SOP 所以第一时间 这个无法对家属 甚至于公众质疑 第二就是说 今天有很多的父母 如果你的小孩现在在军方的话 是不是又激起了全国的家属们的 这种要焦虑 这一点在这个同理性上 我是觉得很不仁的 最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刚好要当兵 那个妈妈简直是就是 心情不好到了极点 我还跟她说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都是那个少爷兵了 那个大专毕业的 都把你当那个天色胶子捧着 在那里这个对待的 还确认她半天 结果发生这个事情 那黄俊翰的这个妈妈的质疑 我觉得军方到目前为止 恐怕很难 给大家一个说法 这个 现在我们要访问的 当然也是军方的发言人 当然就是说陆战队66旅 是一支非常的 有它的一个传统文化的禁旅 那台湾现在大概就是 就是两个这个陆战队的旅编制 好 那66旅 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 海军陆战队66旅的指挥部的 副参谋长王热林上吊 王热林在线上 是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们先了解一下 就是当天事件发生 比如说在5点半钟左右的时间 在当时是在一个赶路的状态吗 是在急着要收队 或者说要让整个的一个 就是说战车营要回到 回到林口的一个状态吗 我这边做一个说明 首先要借贵节目 再次对我们罹难的弟兄 以及受伤的弟兄的家属 致上最深的这个歉意 还痛 整个事件现在 军检还有我们防务编组的 专案小组都还在调查当中 因为昨天我们第一时间 急着要救治这些伤患 所以这些当事人 有些没有做到一些 这个调查访谈的这个动作 所以是今天持续在做 那这整个过程 我先做一个报告 就是昨天下午 表定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4点40分 做战车基地 期末测验的一个战车炮的设计 那这个为什么会定在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地方涉及 要申请海域空域 所以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那我们在整个测验当中 也在4点40分如期测验完毕 测验完毕以后 由裁判官做一个测验的检讨 然后做一些收缴蛋壳 清点蛋药的动作 新竹地区当天它的日落时间是下午5点17分 那它那个时间点是5点30分 完成了丹药清点 那就准备离开 那行径那个路段的时间 大概已经到了快5点45分左右 所以光线啊光度上面确实是比较不良 那因为路线会经过一个 这个比较狭载的道路 大概有将近200公尺 就是路面宽度大概是4.5公尺左右 那两边它有高8公分 80公分左右是土梯 各有这些土梯 那这一条路段是比较狭载 所以说第一部车跟第二部车通过以后 就通过那狭载的道路以后 这一群这个弹药的勤务人员 由后勤官带领的这些人员 他才进入那个狭载的通道 那因为他前面已经有车子经过了 那他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车子经过 那这两个夹载的通道前后 因为通道非常狭窄 避免会车产生顶牛的状况 是有派管制的人员 那他车子过了 那这个后勤官带着这一群 弹药的勤务人员 那他也是完成收脚蛋糕 他也要回到集结的地方 这五位的就是说这士官兵 包括这位后勤官 他们有扛着弹药吗 还是就没有 他弹药已经讲完了 都已经讲完了 他带着自己的东西 他搅拌的东西在钢材的地方已经上车 所以他们就在徒手穿越这个地方 对对对 他就带着自己的钢柜装备 然后就是要走回去 大概距离他这个两个车身 大概相信14公尺到15公尺 就是驾驶就发现了 发现前面有一群人 那他就把车子停下来 那这个后勤官对这些车行人指导 他可能当时他的判断应该是有一点问题 但详细的情形还在调查当中 他叫当时这事的弟兄包围 他自己尽量靠路边 他要让车子先行 车子先行因为这通道实在是过于狭窄 那他应该是说 这些车子在这个场地训练也好几个月了 所以这些路线都很熟悉 但是正常来讲 是不会有人跟车同在一个车道上的这个经验 所以大概也误导了他的判断 加上天色以及两边的土体 跟马路的颜色是一样的 都是黄土颜色 所以在这个空间上面 可能造成驾驶 这个宽度是够的 这个四列五公尺是我们后面量的 其实他们在行情当中他可能认为是够的 所以他就缓慢的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他车头过了 但是后面的这个车尾的部分 可能在行情当中 这些人员不小心碰撞到 碰撞到产生了他重心失和 那就这些人就可能会有跌倒的现象 那有些人可能就跌向土地 那有些人可能跌向马路这个方向 所以造成伤势的不同 这是非常遗憾的 那我们在训练当中 丧失任何一个路上队的队员 都是我们非常痛心的事情 那整个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个样子 副长长 那听起来就三件事情 第一个 它那个狭窄道路管制人员有没有 舒服 因为按照 通常管制表都有说 我总共有几辆车要经过什么 它应该都很清楚 第二个就是你说从第一把台到第二把台 只有一公里的路 那不管是人先过或弹车先过 尤其是人先过 其实那时间没有多久的时间 为什么说非要说最后那几个弹药兵 减了弹药等到最后收尾的时候走 看似 我是觉得这也是人员管上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后勤官的判断 因为他以为说也许闪得过或怎么样 其实你说那个载的路只有200公尺 人带过去到宽一点 比如说比较宽 路宽有10公尺或是8公尺 这个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他的选择有很多项 他可能是选择错了一项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四位新兵 他的原本编制上的专长 就是弹药跟处理 还是说这是后来后勤官临时抓的公差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对家属来讲 他们可能会非常想要知道 他自己的新兵都是刚到部队不到两个礼拜 所以部队在这个时间点进基地 他接受到期末 到尾巴的时候是很繁忙都是测验 那这些人是到部队还没有完成专场 所以他不会驾驶战车 不会操作火炮 但他如果处理这弹药 他也不是专业去处理弹药 他只是做公差 比如今天涉及完的弹药是空壳 弹药人间清点检查完没有问题 你就帮忙搬到车上去 他到来他只能做一些勤务的工作 所以副长长 我也是海军陆战队推议的 就跟以前一样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老兵做 比较吃重一点的 反正就轮到新兵来做 因为他们如果都十月才入伍的话 新生训练六周扣掉 他连专场训练也没有 他等于就是完全出公差 去收尾就是这个样子了 是 但不是像以前说老兵做轻松 是现在的每一项工作要做的 都要有合格的签证 你做哪一项 不管是除弹药 你驾驶战车都要经过签证 他们只能做一些专长技术以外的 不能说是苦力 因为这东西都是 在按照人的专长的分配 这样会比较安全 是 当时你们怎么跟家属联系的 这个部分好像这个 家属联系这个部分 我做一个报告 因为当时 这位单位的主管 应该是第一时间 因为这部车子行进到这边 发生的事情 就只有站车的人员 跟步行的这些人知道 那通知到这边管制台的干部过去以后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赶快处理这些紧急送医 那这个主管他没有在现场 那很紧急的 大家到医院以后会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一直 资讯会一直在重复 而且不同的人 这个人是不同 那个人不同 所以应该是资讯的误传 所以在家属也很焦急的状况上 他没有在完成查 真的很清楚 第一时间先告诉家属 有这个状况 但是是不是这个状况 就是这个弟兄产生的 可能他没有查证很清楚 所以在家属很焦急上 他先讲了这个事情 不是刻意要隐瞒 我认为是这样 好的 最后我请到往上讲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们所做的 所做的这些整个状况的了解 跟M60 A13的性能是没有关系的 目前这部车看起来性能上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整个过程上去设计下来 行径路线 车辆的机械因素 并没有发生 有异状 那是人为因素 机械因素 或是天后环境的因素 都会列入调查的对象 是 好 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在线上接受我们连线访问的 海军陆战队指挥部的副参谋长 王润玲上校 王润教 感谢 谢谢 好 当发生这起意外事件 我想对海军陆战队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那也使得大家对于军中的这些安全 就是说特别是一些很基本的 你看起来其实好像应该都可以避掉的 但是只要你没有注意到 那悲剧就发生了 我们进广告回头继续聊 我们都记得 江国庆冤死案 前国防部长陈造敏及八名刑求军官 因过追诉死效不起诉 引发社会哗然 高检署认为侦查未尽完备 发回肥茧续查 陈造敏等人是否构成拘禁致死 及杀人罪 和军法官是否涉及滥权追诉致死 北京表示将对高检发回部分逐一详查 依法处理 好 欢迎回到新闻夜总会 在昨天再度发生了这战车 战车的意外事故 当然车辆的意外事故很多 但战车的意外事故其实并不是很多 那特别呢它在非战争的状况下面 如果是战场大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但是演训的时候呢 所发生的这种意外情况 会让你觉得特别的伤痛 何况刚刚就像我们在连线了这个陆战队的 陆战队的这个副指挥官 这个王瑞玲上校的时候 副参谋长王瑞玲上校的时候 他也特别强调就是说这几位的 这几位的就是说阿兵哥奇他们的新兵 才刚进来两个礼拜 连他们的专长分科都还没有 基本上都还没有上战车的条件了 基本上战车旁边还会有很多的步兵了 就是随同步兵 他们现在顶多都还是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已 但是竟然在穿越的时候发生这样意外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说 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人车 人车分道或者你车先停 人先过就好了 以人的 人的就是说他身上没有扛弹药的情况之下 你跑步的速度其实也花不了多少的时间 大可以让人先通过 就战车再通行 这些意外事件就都可以避免 那看起来中间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标准作业程序 没有遵守的问题 我们让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M60 A3型的战车 台湾在买进来460台之后 94年的9月的战车连 我现在叫花莲吧 花莲的这个战车连的连长孙吉祥 他在指挥他们的坦克要上拖板车的时候 结果发生坦克暴冲 那这孙吉祥闪避不及 结果就遭免避 这条新闻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之后还有一些 包括他的未婚妻想要去取经 那非常的感动 孙吉祥在当时尸体 他的身体是被战车拉扯 整个是这样子拉开来的 是扯是扯裂的活生生给扯裂的 战车力量是非常惊人的 一人死亡 那在今年的6月份 坦克跟汉马车在南部呢 在演训的时候呢 汇车的时候 因为没有理让汉马车先行 撵过了汉马车 也造成了一死四伤的惨剧 再来就是呢 在昨天所发生的这一起坦克行径 狭窄道路 天色昏暗 撞上了5名的官兵 也造成了一死四伤 那一共呢 三人死亡了 这个8人的轻重伤 伤亡的不可畏不重 我们刚看到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这个简单的模型 那大家呢 你可以非常简单的了解 路就是这么这么宽 那在行径这一段的时候呢 其实呢 他也并不远到他的这个 就是说 要他的这个停车场 站车的停车场 如果照刚刚的这个王上校所说的 就一公里而已 那一公里的时间 其实就要穿过这个狭窄路段 如果你先让这五位的 五位的士官兵 就他们先过吧 先过你站着停在那边等 因为你既然距离都已经100公尺了 你让这家兵哥先过都没有问题 他们又不是扛着弹药 他们是演进结束之后要离开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人车管制上面的问题 那我讲解你 那这件事情 刚刚的他们的解释 你能接受吗 因为我们看到六月份 发生这个事情 是很类似的事情 也只是说他是换成汗马车 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六月份发生的状况 他的汗马车也是认为可以过 结果他的车棚被卷到 然后整个拖过去 这样造成伤亡 所以这两件事情你会看到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交汇的状况 然后都是在一个说 你觉得双方都觉得应该 没问题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说 的确是将来是看就是说 军方不管是说 尤其像六月份来讲 是陆军发生的 那这一次是陆战队发生 是不是说 可能 军总这些会 有没有这个讯息交流说 我们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处理 那未来应该要检讨说这样的一个 包括像刚刚副长长也提到 旁边是土地 那是不是人其实应该 退到土地后面去嘛 就没事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 未来真的要检查 就是说包括说今天这个 指挥的人员 包括这些他们 他们的判断也许有失误的地方 但是更重要是说 你将来的标准作为程序 究竟该怎么定 是一个安全的作为方式 这个要有确定 其实不只是一人死亡 因为另外这四位也都是 开放性骨折 那个伤势不能说轻 所以之后可能都还有 都还有就是说伤残方面的问题 学庚大家都觉得现在当兵是很安全的 是 可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该怎么看这些事 我觉得我先讲一个 现在真的已经在部队里面构成问题的事情了 就是我想国防部 或者是我们的主阵者 真的要下定决心 到底民国103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转变为募兵制 因为目前的疫情一再缩短 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专业训练上的 这个衔接上的问题 包含了 就算我们今天这件事情里面有 标准作业流程 有SOP 或是有车辆的优先 或是人车优先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太确定 我们的这个义务役的兵 或者是军官 士官 能不能够记得这些事情 因为他所受的训练可能还来不及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今天在部队 有非常多专业的火炮 武器 甚至像我们刚刚讲的弹药兵的 包含了卫爆弹拆卸 或是弹药的处理 弹壳的处理 都必须要经过比较长的 专长训练的时候 而现在我们的募兵 又不是那么的成功 但征兵制又缩短到一个程度 变成大家可能都来不及受专长信 都是步枪兵 你说他的专长到最后 就是只能拿个哨把扫来扫去 或是帮忙搬一些重东西的时候 现在部队的衔接 是不是已经变成问题了 如果是的话 有没有办法改变 那民国103年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 还是你要随着 目前部队的实际状况来做变动 那我觉得这是 现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刚才这个副参谋长 王上校 其实他还蛮坦诚的 我们听清楚了 其实应该百分之九十几 是一次人为吧 人为的这个一次意外 那很不幸的就是说 去世的这个年轻的 这位中山大学的硕士 他还曾经跟他的爸妈抱怨过说 他适应不良 但是他事实上发生这件事情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跟适应不良是没有关系 跟他适应不良没关系 跟他适应不良没关系 跟同伴们相处不好也没有关系 那真正的就是刚才郁寅讲的 就是说 基本上好像是 就是没有这个标准作业程序 那我的怀疑 是说这位后勤官 他是不是过去在演训的时候 因为都会重复同样的动作 是不是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 就是前面的车子没有管控好了 那现在人在这儿了 那让人跟社一起过 已经过了好多次了都很安全 我们是不是常常是 因为这样子才发生事情 其实我们的文化 比较不尊重SOP 日本人 美国人 比较尊重SOP 那军方不尊重SOP 那碰到战争 那就是国家的倒霉 所以这件事情 我很为这个黄泉汉的家属真的觉得难过 非常非常难过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回头之后 我手上的这袋东西 这袋东西 这很贵 这袋好像听说要300块块钱 200200多300块钱 水梨 当然对各位来讲 可能都家常便饭 可是在士林夜市 我要特别强调士林夜市 我也很老实说 我对于士林夜市极有意见 虽然他是观光客 来台湾的观光圣地之一 可是这次士林夜市的水果 过去通常被提到的时候 都是他坑人 特别是坑那些 就说的外籍观光客 大陆观光客 可是这次被逮到 还不止这个样子 这水果 特别是这次抽检的水梨 几乎每一家 都加了高量的甜精 什么叫做甜精 你吃得出来吗 除了你觉得水果很甜以外 进广告告诉你 好 欢迎回到新闻夜总会 在今天媒体看起来 是一条小新闻 可是我非常在乎这次新闻 因为它不只是观光业的问题 而是它很可能 会伤害到了台湾的农业 那台湾的水果 生活在台湾 我是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就是吃水果 台湾的水果 如果经常在外头跑的 像我们在座的几位来宾 可能经常都有出国的经验 你到各个地方 大概多多少都买 买当地的水果吃一吃 不管是台湾有的 台湾没有 吃完之后大概都会同意 台湾的水果最好 你甚至于到 你说什么日本的哈密瓜 日本的什么东西 老实讲我吃完之后 我还是觉得台湾的好 而且便宜很多 还有很多跟日本一样好的 真的 日本学的你模样的 而且便宜多了 对啊 你有这么好的 这么优良的农产品 你就得要好好地去珍惜这样的生育 但是在 在士林夜市啊 的水果探经常出问题 当然士林夜市 我曾经公开挑战过好几回 虽然你每次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上个周末才去人身顶飞啊 大概四点多 就已经所有的道路都已经都封锁了 不用进去了 生意当然好得不得了 可是士林夜市长时间 我觉得有些方面是没有什么进步的 再来水果探的问题我不了解啊 其实已经出了好几次的问题 但是始终都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来看这次抓到了田津 而且是光针对就水梨 我们在台面上面包含了来宾的桌上 你现在看到的水梨啊 这几份的水梨 都是今天 刚从士林夜市出问题的 这几个摊子里面买来的 有五家 我们挑了其中的三家买 那这样子一份啊 便宜的200 稍微大分一点的250 你觉得便不便宜 你看完之后你大概就知道说 为什么之前呢 有大陆观光客去投诉 就是他买了几袋水果 上千块台币啊 他说怎么会那么贵 你现在去买就晓得 大概是怎么样价钱 但是这次验出来的田津 我们来看一下 这田津的田津是什么东西 他跟糖津又不太一样 他甜度大概是蔗糖的30到60倍 那水果一规定是零减出的 不能减出有任何的田津 那你分辨的方式呢 没有办法用肉眼或者嗅觉去拍的 你不能用纹的 那你也不能用眼睛 他看不出来 那无法用一般的化学药剂去测 这还很麻烦 所以呢 只能够呢在水果吃起来 你觉得特别甜 或是甜的不太自然的时候 可能呢就有添加田津 这样的成分 那你说田津 到底是什么对身体有什么 当然还有 它的影响呢 长期食用可能会造成子宫癌 子宫癌膀胱 大量食用可能会造成了肾脏方面的病变 那这种的 我不理解就是说 台灣水果已经这么甜了 还需要去加田津吗 这些水泥等等你现在去买啊 其实你只要不要去买到 买到就是很劣级品的 一般的等级的 台湾的水果行买 大概水果都够 都够甜都OK 当年的水果没有问题 你还需要加田津干什么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次呢被抓 被抓到的几家 士林夜市的摊商 其实都是士林夜市知名的摊商 如果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待会跟你讲 好那士林夜市这几个摊商 216摊 175摊 19摊 还有呢这个 集合路3-1号的各式先切水果 集合路11号的先切各式水果 分别这次被抽验的 水果全部都是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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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全部都是水泥 当下是水泥呢 这个盛产的季节 但是田津啊 每公斤的含量喔 不是豪克喔 也不是微克喔 是工克 大家看就有单位喔 工克喔 工克0.15 0.24 0.15 0.09 0.1 照规定都不得减出 结果呢都超量 它的量呢非常非常高 好吧 你爱不爱吃甜 我当然爱吃甜 不然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你吃得出甜筋吗 真吃不出来 真吃不出来 刚刚这水果好不好吃 因为那几家 其实也 大家也都知道它很贵 但你有的时候忍不住 就是那个已经不是问题 就是你逛逛找到那边 你已经吃很多别的东西 你想说我拿个水果换个味道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买 即使知道它很贵 它的水果汤真的摆得很漂亮 尤其又打光 对不对 然后又有很多这个 看起来绿的超绿的 然后红的超红的 可是说老实话 我真的没吃出来 它有什么异样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检测 我是真不知道 这样子有异样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今天看到这个图表的时候 我觉得 糟糕这个问题大了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 我跟蕭文哥 我们对市林夜市 没有什么恩怨 对不对 难道我跟他收保护费吗 不是啊 可是以前 以前我们知道 会出几个问题的限切水果 都是在激和路的那几摊 对不对 你也知道 但现在结果在里面了 在市林夜市里面 那个经过租 就是官方租给他们的时候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因为以前你可以讲说 我们市林夜市的自治会 管不到外面的那些摊商 可是现在在整个建筑物里面 那这样子的问题就表示 那真的是大问题 好啦 我既然要讲 我就把它讲清楚一点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市林夜市这几家摊商所在的位置 就免得你说 到底市林夜市 其实范围还满大的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你用这个 用地图所标示出来的 这条是激和路 这条是激和路 那这条是市林夜市里面的主干道 叫做大东路 这条是文林路 那夹在这个 就是说激和路跟文林路 中间的这一大块 其实就是市林夜市主要所在的区域 那这次出问题的几个摊商 对不对 帮我们买水果的几家摊商 被点名的市林夜市的216摊 175摊跟19摊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激和路了 不要靠近尾巴的这个位置了 另外的市林区的激和路的11号 这个叫做现切各式水果 现切各式水果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另外还有在激和路的3-1号 水果先切 这个各式先切水果 大概是在这 基本上都是在激和路的这一段上面 可我问一下你吃水果的时候 你会觉得台湾水果 还需要去添加什么东西吗 觉得就不可思议 我们不是都是用咸的水放盐 因为水梨切了会氧化 大家都知道水梨苹果 你切开了一定要泡盐水 或是泡泡那个 让它变白白的 所以大部分买到水梨切的 你就会觉得它湿湿的是应该的 结果它就这样骗人 而且台湾的水果 如果你好好的挑 用这一定的成本的话 90%都是它都有糖度的 你可以卖说低糖度的 中糖度的 你可以老老实实的卖 所以你这种就是人肉搜索的方法 让它曝光是对的 我认为这个全台湾省 我不相信只有市林 也是这个地方在做这档子事 因为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快可以口语传播的 否则它田津卖给谁啊 就卖这一家而已嘛 那你也讲的对 它是合法的租的哦 那像这种摊商 难道台北市政府不能马上给你取缔吗 或者把你那个执照给你吊销啊 因为它从上次集合的那些 没有合法执照的在那边 卖很贵的水果 也不过就是电视新闻上报一报 结果后来他们又出来了 你知道因为观光客最麻烦的 就是吃水果这件事 我们平常都可以到菜市场去买 观光客他根本不知道你的人身地不熟 他不知道你哪里有市场买啊 或者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处理的东西 所以通常都去买现切 他们很会做生意 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一个造孽的事情 那是伤害人家身体 这个太爱钱了 我认为这不是小事 这是大事 各地县市政府都应该集中起来查 我之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会非常有感觉 因为夜市是台湾的地标 那我甚至觉得台湾的夜市太多了 各个地方政府要稍微拉抬经济 他就反正去搞夜市 那夜市在台湾除了地标之外 除了本地人爱逛夜市 光客来一定一定逛夜市 40夜市更是一级战区 可是一级战区 这几家摊商的问题一再的出现 我要质疑的不只是这几家摊商 而是你政府的作为到底在哪里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点名 那除了田津之外 之前价格的问题 大家看到新闻也许会觉得说 那几个光客去投诉太夸张了吧 怎么可能你买几袋水果 之后要1000多块呢 可是你先看看之后其实并不夸张 而且我老实说 今天我们的工作同仁去的时候 他如果听你是本地口音 他不让你吃 你要买 你买了就走 后来我们的这个同仁是 是冒充成就港澳客 他才让你试吃一下 后来他们对于就是观光客 对于客源的挑选 他还有很多专业的鉴别度呢 张龙你能不能看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在观光管理上面 有很大的问题 他等于另类的诈骗集团 因为他已经锁定了 他可以骗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就去做那样的生意 不管是在价格或 我跟那个郁寇姐一样 我绝对不会买那个 士林夜市 他切的摆的亮亮的 我是绝对不相信他了 因为光卫生就 对我而言就有问题 可是如果照你 照香董刚刚说 还有就是平常从报纸 看的一些资讯 我觉得他是 等于知道他主要顾客是什么人 他也有计划在做那样子的事情 所以才会越走越走越极端 我是赞成 我觉得政府应该把这样摊商 我觉得是应该要让他 就是换一个比较正派的来经营 不应该让他们继续经营下去 他们有管理委员会要 士林夜市 有啊 有啊 所以我一直 不能缴了规费 然后就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不解 就不管从管理委员会的角度 因为你要去要求摊商 看起来摊商一直出问题 而且每次出问题的 都是这几家的水果摊 都是士林夜市这家水果摊 我不敢说别的地方没有 但是士林夜市观光客真的是像过江之际一样 只要来台北的 就是说外来的观光客 不管你从哪里来 大概都会到士林夜市 一定会去逛逛给一个晚上 所以在那地方 如果你真的就是要逛这些 赚这些观光客钱是很容易 我只是说需要这样子赚吗 你平常会去士林夜市吗 我现在就觉得 鬆了一口气 因为我没有那个消费能力 买这样的水果 很贵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个不是照我的消费的水准能力 那不过我是觉得说 其实从这个地方看是说 我觉得台湾有时候在 现在都要讲到拼光光嘛 对不对 可是常常会让你感觉 是说好像我只赚你这一次 我不希望说你再来第二次来玩 你只来一次我把你钱赚走就好 没有一个杀鸡取软 杀鸡取软 其实都是感觉很多做法是这样 应该是说 我希望你说能够一来再来 这样才是一个推广的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 你这个也不要相信 这些摊商当场切给你的 是 因为据专家说 当场他在刀上会 会 会 非常常 这么厉害喔 他的桶子也会有 你就是自己回家好好的自己处理 不过就是你拿水果之后呢 你先舔一下 如果你舔一下是很甜的 但是咬下去发现不太甜 这大概就有问题 中国时报排便部就万排夜市 嗯